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一邊賞花 一邊談談在超市買的蝴蝶蘭 現在大家都叫它做超蝶 你現在看這些就是我家正在開的超蝶 現在有很多途徑可以買到蘭花 在超市買的這些蘭花就開始被人嫌棄了 其實我覺得超蝶都很不錯 尤其是對那些養蘭新手來說 它是非常友好的 容易養,容易開花,花期又長 不容易養瓜 我剛剛開始養蘭花的時候 超市可以選的品種很少 基本上只有白色、紫紅色 粉紅色都算比較少見 那些稍微有些花色的 像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潑墨 還有旁邊這個雪女紅 這些花色根本是很少見的 不是你想買就可以買得到的 還有通常這些超蝶都是沒有名的 我買了那麼久 只有一棵是有名的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一棵 黃精靈 是我很多年前在Trader Joe's買的 很鮮艷的黃色 還帶有香味 我以前覺得 有沒有名有什麼所謂 花漂亮就可以了 現在我要做視頻 要和大家分享 就覺得名字很重要 於是我就上網去找他們的名字 和記下他們 但是他們多數都是雜交品種 是無名事 雖然沒有名字 一樣很受歡迎 疫情期間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喜歡養花 市場對蘭花的需求越來越大 專業人士培養出 越來越多品種的蘭花 他們會選一些優秀品種來雜交 通常他們會選的品種就是 生命力強、容易養、容易開花 顏色漂亮的、款式漂亮的 甚至有些還有香味的 這樣推出市場才受歡迎多人買 我們現在在市面上見到的蘭花品種 真的有很多 以前的顏色很單調 現在的顏色很多 還有很多花色 現在還有很多多花型的中小型的蝴蝶欄 有些人說超蝶很醜 只適合新手煉手用 其實我不覺得是這樣 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超蝶 有時還會遇到一些比較特別的品種 像你現在看到的這一棵 就屬於變異的品種 你看看 左邊的花瓣有花紋 右邊的花瓣是正式的 另外它左手邊的這兩朵花 就是半開盒 好像蝴蝶欄 好像蝴蝶欄 很有立體感 好有趣 它還有幾個瓣還未開 開出來會是怎樣呢 很期待看到它開出來的花是甚麼樣 還有這些雜膠的品種 和原生的品種相比 生命力實在太強了 它們的適應力又強 所以我水培蘭花選用的全部都是超蝶 它們不像原生種蝴蝶欄那麼驕氣 比較容易適應水培 如果你有心想試試水培的 還是選擇超蝶比較好 尤其是中小型的超蝶 比較容易適應水培 說得難聽些 就算養瓜了 你都很容易找回相同的花色 而且價錢又不貴 如果你說我只是想花而已 那其實買一棵蝴蝶欄也是超值的 它不同一般的插花 插花幾天就掉了 但是如果你買一棵蝴蝶欄 限限地它可以開兩三個月 花借之後 如果你給點心機再養一下它 它又會再開花 選擇一棵這麼容易買到 又便宜又漂亮 又容易開花 花期又長的超蝶 簡直就是超值 我找不到什麼理由 say no 你呢 我找不到 你就可以了 我找到一個月 我找不到